黑子聊事記 天天AECG 大家好黑子 今天帶來兩場的紀錄檔投稿 我們的主角都是Bone Enjoyer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社群活動 其實已經快達標了 只要在5萬多個玩家 其實基本上你只要開單人或是多人模式 他都可以解 所以其實解得還蠻快的 感覺這個週末應該就已經會突破了 這一次帶來的兩個對局呢 分別有幾個文明 第一個是伊索比亞 兩場 然後再來是美國跟葡萄牙 剛好這幾個文明呢 彼此都有一些交互作用 化學反應存在 所以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這幾個文明 首先是美國 美國呢在這一次的改動中呢 他的 村民卡 來自其他國家的村民卡 有做一些成本上的改動 投籃移民300金 這個之前改的 然後法國移民225目 然後再來就是本次最大的改動 德國移民200目 這個又被簡稱為小型德語 那之所謂被稱為小型德語呢 是因為馬爾塔有一張卡就叫德語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是200目的德國 200目送一個車子加一個旅車 因為其實你末房蓋下去就會有旅車 然後這個是450目 然後送兩個拓荒馬車跟一個指揮所 其實以時代一來講 這個木頭量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大部分玩家都是升級時代的時候才去把 德語發出來 那等於說變相的讓 美國人擁有了這一張 小型德語的卡片 好 再來呢 大概是這樣啦 美國這邊其實基本上 改的不算太多 主要就是德語這張卡 小型德語 好 接著是本次的 核心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呢 他其實也算是一個 多文明混合的國家 在他的升級選項中呢 有幾個比較令人在意的點 其中一個就叫做葡萄牙 升級葡萄牙之後呢 你可以去解鎖 葡萄牙單位跟葡萄牙的科技 他科技呢可以在3D寺院裡面去做研發 但是 這個科技術並沒有寫出來他的 詳細的內容 只有寫出來這些 其實你選葡萄牙是會有 葡萄牙的科技是可以研發的 特別是送 法令葡萄牙弩兵跟風琴炮 也就是葡萄牙的管炮 他這邊沒有寫出來 他另外就是耶穌會的單位 如果升級選的是耶穌會的話呢 他送的是經驗值跟教堂車子 葡萄牙是送木箱跟冰工廠的 建築工人 然後你選耶穌會也可以訓練耶穌會的單位 研發相關的科技 那這邊是要花影響力 不是像他這邊寫的木金或者是肉金 那其中要再提到葡萄牙 你說欸剛剛提到一個葡萄牙 那現在要提葡萄牙為什麼 因為伊索比亞人的升級選項 他的拿到的葡萄牙是 所謂的自動升級的領事館單位 他會掛一個什麼法令 那這個名字怎麼來的呢 這個名字呢 來源就取決於葡萄牙弩兵的 部位升級 在這邊看不到 所以呢我這邊很快的開一場 就說欸 我開了這個 可是我看這個兵營 欸 有在這邊 這邊有寫 葡萄牙這邊你看老念弩兵 貝斯特羅斯這個 有沒有 他這邊有寫說 750木750斤 大幅提升葡萄牙弩兵的攻擊力生命值 然後減少成本喔 所以 一手比亞因為他是這個 領事館自動升級數值的關係喔 他可以領先 別人在10代3 就拿到這個 護衛的單位 那儘管數值 不完全跟護衛弩兵一模一樣 但至少 我可以享受到 食物跟木材 減免的效果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就知道了 這邊我們 講再多還是要看一下實際的對局 然後我們再來介紹一些文明的特性 大家會比較好理解 那這個打法呢 其實在 一開始PUP的時候 就有人在做嘗試 而且在之前PUP的時候 德國移民打的時候呢 他在10代1就可以產 自己從末方訓練 拓荒折馬車 而不是說 我還要在那邊想辦法再蓋一個魔法 他這個末方現在有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訓練 而不是你透過去建造末方來獲得 德國移民 你可以用訓練的方式 其實就變得真的很像 馬爾塔那一張 德語卡片 所以我們都戲稱 美國這張卡 叫做小型德語 好 地圖是巴爾幹3D 中間會有5個塔 那這個塔呢 你把保障守護者打掉之後呢 就可以佔領 地圖上有一些小的一些金寶 主要都是人形守護者 或者是野豬這種 天歐洲的單位 這邊這邊就是 伊索比亞 他的另外一個稱呼 大家比較熟悉喔 就是 就是除了Volenteers外呢 他的另外一個稱呼 大家比較熟悉喔 就是小型貓咪 伊索比亞的糧倉呢 可以吸引動物靠近 並且給予採集 採集資源的村民 額外的光環 這邊是美國喔 美國綠水林也是台灣玩家 那這邊他一直想要嘗試去開發 德國旅車開局 然後去轉時代的一個打法 那這場我是覺得 美國還是蠻有機會的 然後當然 但是不得不說 這個 伊索比亞的普努 實在是太便宜 又太OP了 這個在打團 或是打PK 其實強度都很高 好 伊索比亞找到了一個50錢 美國這邊找到了90肉 這邊10村喔 所以再加上一個驢車 其實是12村 那他的機制是這樣子喔 車子到了之後呢 你可以把他拿去蓋末方 農莊或處蘭 那基本上只有處蘭跟末方可以選 因為農莊40台閃才可以蓋的 好這邊升級選的是德拉瓦州 這邊 這邊 蓋好之後就會有一個鋁車跑出來 其實我比亞這邊呢 就比較慢一點 這邊還在等 卡片發的是三位一體 我們來看一下卡片 這邊有一個三位一體 然後 海沃特哲學 這個是可以讓3D試驗的科技 花費降低 而且研發速度變快 四村卡喔 支援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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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箱 大本尼 冰卡 加賽尼亞跟彎道勇士 然後養蜂人是 採集支援的卡片喔 他加的是田 還有獵殺動物都有 然後再來是 發作隔離的黃金 加快所有錢幣的收集數 那也包含3D試驗 3D試驗本身呢 就會緩慢的收集黃金 再來是時代3的卡片喔 支援箱支援箱 然後奧羅莫 關刀 破破砲 少阿奇病喔 加標槍跟奧羅莫的傷害 還有護甲 再來是 也是一張這個 禁忌卡 可以看到說 田地阿 稻田阿 塑木阿 這全部都加很強的一張卡片喔 伊亞蘇改革 再來是兩張的兵卡 索馬利亞盟友跟 索馬 索馬利盟友跟 耶穌會盟友 然後再來是 破破砲 切瓦金瑞 加塞尼亞跟內福特尼亞的 冰卡 數值卡 然後再來是 非洲屋極也是一張 加資源的卡片喔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邊有一張 兩張 三張 其實蠻多的 這邊把海沃特的哲學研發 升級的時候選的是葡萄牙人 接著回到美國這邊 美國這邊一上時代就選擇把七百斤打出來 德拉瓦滴滴呢會送肉 這也算是美國不同周選項 送的東西也不太一樣 有些送軍事車 有些送肉巷 這樣 接著是看一下周選項喔 肥沃滴滴 然後跟德拉瓦軍藍衣團 都是相當好用的卡片 在以前德國旅車開的時候 會蠻常去發肥沃滴滴跟高等的 四根農場 看這邊就不一定 好接著是周一會 七百斤上時代 小型貓咪這邊 升級上時代之後 把3D寺院放下去 他可以利用這剩下來的這三百目呢 去開市場科技或者是補房子 他目前影響力 直接各半 所以這樣子其實要踩相對是比較多金 但是同時影響力增加的也 會比一般來說還要來得快 那這邊拿剩下多的木頭 再補一個3D寺院 好接著就等七百斤到 就可以上時代 這邊把高等次跟農場也打了 高等次跟農場其實蠻多好處的 因為他除了給兩台車之外呢 還增加視野 讓你增加視野之外 還可以獲得人口上限 他可以讓末方跟你的農莊支援10人口 這樣直接又獲得30人口 可以讓人口 就是以前過往會去發七百目來補房子 現在就可以補了 可能說用一個獲得經驗值更多 然後 也有額外效益的組合 而且我們現在把末方蓋出來 還可以再拿到 德國旅車 好這邊可以做個前壓 那 伊索這邊要上時代 還需要一段時間 他這邊上時代 選的是蘇丹仁 蘇丹仁他升級會受影響力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貝殼 哦 送的不太一樣哦 這邊送的是蘇丹那邊 如果你是時代二升的話呢 他其實送的是影響力的貝殼 跟一台那個 原住民的車子 這邊就不太一樣 好這邊蘇丹升級上去之後呢 直接從3D寺院點紅海 紅海貿易 好這紅海貿易會送你兩台車 你要拿去蓋TP 蓋軍事建築物 其實都可 好的選擇下兩個戰鬥營 接著再打一張影響力的卡片 這個影響力的卡片是為了等一下要拿 葡萄牙的弩兵 然後並且我們透過3D寺院 他會依照場這樣的3D寺院 去決定你能夠拿到的管炮數量 這邊美國來吃洶洶 來做一個潛壓 其實這個時間點算慢了 1分44 那這邊其實就要等 為什麼這邊小型貓咪都不產兵呢 好通說這個伊索比亞都不產兵 原因很簡單 他要把資源留給他的葡萄牙弩兵 這邊就要等 等影響力到了 我還把他拿 好科技點了 葡萄牙十字軍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從戰鬥營訓練 葡萄牙弩兵 這邊會送一輪 十字 然後就可以開始產了 所以你花影響力的同時 換到了葡萄牙的弩兵 那同時也可以開啟訓練 好這邊 美國的話 其實兵不算太多 這邊要等那個普拉斯基 但其實我覺得 這一波的timing 其實是可以發機槍的 其實是可以發機槍的 可以發機槍 因為地形其實馬要進去真的是難度有點高 在兵種上呢 一手Bi比較吃香一點 而且家裡有主場優勢 來了 就這邊喔 這邊我覺得是交換起來最可惜的地方 這邊看起來好像砍死很多普魯對不對 但是普魯實在是太普魯了 你砍死一堆 他馬上又一堆又補起來了 而且小喜貓咪這邊有點心急喔 按出了一大堆民兵 出來打架 他現在也改了 就是以前 他是一動一隻的訓練 他現在把他改成 一動可以訓練五隻的民兵 然後接著 索馬里盟友 來幫忙反馬 這邊要來打一盔馬槍 這邊要來打一盔馬槍 好 索馬里盟友要出來了 選區反馬 這邊開始補肉 開始繼續熱產 這時候美國就比較尷尬一點了 他這邊現在缺了一點點的經驗值 剛那時候就是去外面找3D寺院打 才把這個經驗值想辦法先補起來 這邊我是覺得要發幾強 不過這邊美國選的是發寶雷 這邊小型貓咪選擇發了奧羅莫 奧羅莫 索馬 利亞 伊莎戰士 都包過來 這邊其實出去有點慌 沒打到什麼東西 反而被打 反打回來 比索比亞這邊想要強燒這個堡壘 我持續爆兵 在兩雕堡加上一個中間的塔 前線城塔 的幫忙下 應該是可以守得住這一關 你看到葡萄牙努兵真的是 不要錢一般的一直出 但其實他還是要錢 300肉300 30肉30斤 你出10隻 就是300肉300斤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便 然後數值又很好 各方面的數值都是非常的優秀 這邊繼續的刷普怒 普怒已經 多到33隻了 這個打法還有一個好處是 你就算後面普怒出了很多 你也可以隨時轉成反馬的柄 比如說標槍馬 直接用標槍馬來做反馬 也完全沒有問題 這機槍其實站得有點太靠外了 沒有來得及往後 移到 堡壘底下 這邊又從堡壘訓練了 德國的騎兵 他附帶一提 其實剛剛德國的騎兵 他其實也是護衛單位 所以他的護甲是 35%的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記得看到 如果沒有看到也沒有關係 他等下還會再出3隻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德國騎兵是美國 發了普拉斯基軍團之後 可以訓練 他有一個護衛 德國騎兵的名稱 但實際上現在德國的 那個騎兵應該叫什麼 普魯士德國騎兵喔 雖然話是這樣說 你可以看到 他的這邊 是不是也有拿到一個 35%的遠方 這邊就 讓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但他的血量跟攻擊力 實際上跟 真正的 突魯士德國騎兵 還是有一段差距的 還是有一段差距的 這邊推波波炮 這邊要打的話就比較不好打 一樣 這邊其實停了村有一點點酒 這邊就算有兩個煤礦來補金 你要補其他肉 其他資源其實 沒有說很好補得上 所以對手的兵器還是有點太便宜了 沒有大量的馬跟炮 是沒有辦法出這一大學的兵 這場就大概撥到這個地方 發現說其實 美國這個新打法 主要還是在於說 讓 透過這個 德國移民的開局 讓經濟可以 在前期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他其實後面到 時代二或時代三的打法 其實是大同小異 比較特別的是 伊索比亞這個新流程 然後剛剛有提到德國 所以我們就 稍微再看一下德國 德國他這邊的護衛升級 他的名字會變成 這裡 普魯士德國奇兵 850目 850金 額外增加0.05的護甲 所以變成35%的 這個 遠方 然後生命值 攻擊力 加10加10 除了基本的護衛升級之外 再額外加10跟 10%的生命值跟 好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場 第二場一樣是由小型貓咪帶來的 紀錄檔 這次對到的是一個 來自中國的知名玩家 Supernova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 因為他有好幾個小號 也有可能是別人取名 叫Supernova 不知道 這張地圖我記得是阿拉伯半島 不是阿拉伯半島 想想看他的名字叫啥 不對啊 這圖就是阿拉伯半島 因為我之前印象中的阿拉伯半島 他的邊緣其實是會有一圈 海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張地圖 邊緣的海不見了 害我一下子 想說是不是我認錯了 這張地圖應該還是阿拉伯半島 畢竟沒有一個圖師 他的TP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一樣是伊索比亞 但這一次的打法 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等一下我們可以 往下砍下去 葡萄牙這邊的流程 就比較中規中矩 畢竟葡萄牙沒有什麼 新的更新內容 領多就是英雄 望遠鏡 就這樣 看一下 我記得好像也沒有特別給 葡萄牙什麼特殊的技能 叉叉 來看一下更新日誌 看一下葡萄牙人 望遠鏡能力 不便 別人都有什麼 加5%生命值 加工程傷害 生命速度 生命值恢復速度增加 很抱歉 葡萄牙人 來看一下Supernova有哪些牌 這邊選了 看我色不色的死你 就完事了 這是一個 今天塔防的牌 然後你還不能發春卡 只能發這個 廢廢的葡萄牙 防禦交易戰 你的市政中心會慢慢的採集資源 所有資源 不包含 經驗值 以前是有經驗值的 可以說是一張非常可悲的卡片 好這邊非常厲害的把肉趕到TC補下 可以採集肉阿木阿金阿這樣子 好這邊一手B阿也準備上10代 升級選的是葡萄牙人 然後他等一下會送木箱 那一樣喔 我沒記錯應該也是上3選蘇丹 好這邊動物自己靠過來了 神去了趕肉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把動物打太遠 動物就不會自己回來了 首先選擇把市場後置 接著把TC往前 喔 選擇放在側邊的位置 小心後面看到 這邊升級選的是400目的軍備部機關 補了一個軍銀 要防一下E索 可能會有一些 彎刀跑春阿 或是一些早期的鴨子 這邊發現了羊 竟然沒有把羊帶回家 小心後面這邊是升級時代 拿了這個700金之後 又接著補了一張700影響力 這個羊直接被對手牽走 上山一樣選的是蘇丹仁 蘇丹仁 蘇丹仁就會送蘇丹的兵 然後跟一個3D思源 這邊把獵王龍耀點下去了 那這一場呢 並沒有發這個海沃特哲學 所以才有辦法700金跟700影響力接著打 直接這邊也把十字軍點了 好 等一下就可以透過 透過這個兵營去訓練 好這邊再打一張 1000點的影響力喔 所以這一套打法就是 不打海沃特的情況下 我接連打700跟1000 然後去把 3D思源的科技研發 等一下應該會去拿那個 紅海馬車 把兩個均勻先補出來 那多的金呢 你可以拿去產阿布恩或是補牛 其實都可以 葡萄這邊選擇大龜特龜喔 現在前面先拉牆拉起來 牆拉的有水準 沒有縫 這邊準備上10代 打一個偏半直升喔 700 看起來是 有接這個香料貿易的話 可能是700木 接香料貿易 再接700金 有這個可能性 或者是香料貿易 700木 700金 好這邊上3 選的是流放 快升 另外TC繼續訓練村民 好嗎 這邊在等他的紅海馬車 戰鬥營這邊 喬了一個位置放下去 好順便還點了 兵工廠的科技喔 步兵兇甲 他可以提升步兵的生命值 這邊變成130血 這個 剛剛那個步兵兇甲也是消耗影響力的 你要在兵工廠裡面去研發這個科技 他目前看起來是有點缺金的 所以這邊應該會想辦法補一點金 或是直接把一頭牛賣了 直接400金入葬 再爆一波普弩 那等下多的影響力的卡 就可以去打 看要打西班牙 征服者 耶穌會 或者是打索馬利亞 索馬利盟友 那第一波我覺得其實 對進攻方來講比較難一點喔 因為伊索這邊其實沒有帶工程器 然後葡萄牙又是一個比較偏龜的文明 這邊選擇把車子 TC車放在外面的肉區 跟金塊旁邊 他就順便簡單介紹一下葡萄牙的特色喔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歐洲文明剛出來的時候呢 是非常典型的 槍馬傘代表文明 那俗稱的槍馬傘文明呢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他們通常會很習慣的 利用七百斤七百木 上了十代三之後 開始去刷 馬舊的槍馬 或者是刷兵銀裡面的長槍兵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配置呢 比較特別的是他選擇下的是 雙兵銀沒下馬舊 反而是下了炮場 這有幾個因素在 首先 他一開始就篤定他要打陣地戰防守 在陣地戰防守的時候呢 你出 那個槍馬其實有一定程度會有難度的地方是 會被建築物給卡位 讓槍馬能夠 移動去射擊的空間其實不太夠 所以選擇用炮跟火槍 這邊等一下轉長槍兵 會比較靈活 你在長槍這邊卡自己建築物的小縫 其實沒什麼問題 但槍馬要卡自己的 建築物縫縫就 不是很舒服 可能會把自己卡到掛掉 這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估計啦 Supernova也知道 有這麼一套流程 所以他出槍馬這件事情 就顯得挺 挺傻的 槍馬就直接被弩兵給刁虐 這邊其實出火槍也是會被弩兵刁虐 先打一張一千金 想要先出一些炮 順便把老煉火槍給升級 小貓這邊來的挺慢的 這邊還有閒情意志去補了一個在中間的3D寺院 一樣繼續的刷弩兵 最大問題就是沒有工程單位 這些工程單位都非常的重要 這邊再打一張管炮 好搶裝出來了 好搶裝出來了 這邊的這個影響力真的是有點多 估計這邊可能會看3D寺院的數量 如果蓋到最滿的話就會把 風情砲的科技給點了 直接把管炮拿到手 好這邊果然點了 這邊直接把教堂管風情先拿來用 好再發一張破破炮 這樣就勉強算是有工程單位了 因為其實管炮的工程傷害也是偏低 跟其他的鷹炮相比 偏低了一些 他附帶一提的是 這個風情砲比較特別的是 他沒有護衛單位的標籤 你可以看喔 這個普奴底下都有這個框框標誌對不對 你等一下看他的管炮 希望我沒記錯啦 不然又要給我打臉了 有沒有 管炮底下並沒有領事館的標籤 所以這邊的管炮數值呢 跟葡萄牙管炮的數值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150血 比較有趣的是管炮他的其實 造價比 那個機槍貴 然後你可以看他的攻擊傷害是 33乘6次 然後機槍是30乘6次 這邊分享給大家 這邊打炮是有一個0.5的附加成 那那個 格林機槍喔 機槍也是有一個附加成 那附帶一提是機槍射程比較短 所以當管炮跟機槍對射的話呢 管炮是占上風 因為機槍的射程只有24 這邊其實是一個大優勢 打炮的 打葡萄牙 弩兵 打葡萄牙真的是剛剛好 自己人打不贏自己人 這邊其實我就覺得 小型貓咪應該要再多補一些 可以打建築物的兵囉 這邊單純靠管炮可能是不太行 因為剛剛你看那個會戰 是葡萄牙推了管炮 但這邊E所的管炮還沒推過來 這邊破牆而入 但這邊對葡萄牙來講 壓力還算是小的 因為沒有一個是能拆成什麼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Supernova的管炮操作 非常牛 那管炮可以說是殺了魯馬 鑽石級的玩家 這邊開殺 我看他一直加8加8加8 這邊換一所架起他的管炮 這邊加10加10喔 這邊都機槍打 呃那個 管炮打出來的傷害 管炮打出來的傷害 好這邊管炮一樣 喬了一個角度 躲在樹層後面 繼續加8 好小貓這邊想用管炮去反對手的反 管炮這邊直接管炮往後拉 馬往前走 小貓直接一個後退 用弩兵卡住自己的炮 這邊繼續用管炮去殺弩兵 有沒有繼續加8加8加8 還有加40的 好為什麼加40呢 因為管炮被射死了 好你看就這兩台管炮 今天滅了超多小貓的兵 有沒有 一直在加8 好這邊直接生氣了 怒點 這邊直接把管炮往後拉 我75%的圓房 誰怕你 好這邊直接拉進來 六敵深入 小貓的管炮又倒地了 然後這個管炮還活著 好我跟你說有沒有誇張 好這邊繼續打打打打打打打 好這邊沒有彎刀了 彎刀這邊很算是一個 兩隻腳的近戰馬 應該要過來清這個管炮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在打那個火槍 那之前彎刀是有一個加成 大家暫停一下 這個彎刀以前呢 不是對1.25倍的 輕型步兵 是對所有步兵 所以他其實 拿去打火槍 其實也行 但是你現在改成輕型步兵之後 打火槍就不是那麼的好 好這邊繼續打打打打打 這管炮 持續開殺 又是加8加8 我每打一輪 就加8加8 好這邊繼續拉走 飛完到鐵道 終結了他的一身 這邊至少打出了 10個以上的加8 好 普塔這邊開始轉長槍兵配槍馬 金毛鴨典型的兵種族 這邊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普奴怎麼好像被打完了 普奴被打完了 然後這個破破炮也很害怕 這個馬怎麼就要過來呢 旁邊沒人了 幫扛一下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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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誒 誒 這樣被砍死了 剛才補了一張 葡萄牙的 冰卡 冰的數值卡喔 警察 他主要是增加 近戰單位的 生命值跟傷害 小貓 小貓這邊發現對手開始刷馬了 準備來轉這個標槍馬 但其實以經濟上來講 葡萄牙經濟稍微有一點點優勢 村比較多 但是 伊索比亞比較噁心的點在於說 他的3D寺院 你可以把它當做村民看 而且阿布恩是不列入村民攻擊的 所以實際上面上來看 伊索比亞沒有輸葡萄牙很多 而且反而是葡萄牙會輸的原因是 他的村民 痛險了一段時間 因為比較尷尬的是 小型畫面必須到外面去採資源 槍馬跟 這邊有出馬跟槍馬的話 機動性是比 伊索還要來的好 這邊選擇升級精銳騎兵 讓標槍可以變成精銳 這邊木頭其實蠻多的喔 所以小貓本來在這邊想要再補一個TC 結果直接被對手一個抓包 暴死一波 這邊想補一個TC 直接被發現 好 小貓的兵再次躲起來了 這邊開始拉村民去控中間的資源 來到了52隆 小貓這邊的隆還是很低喔 37隆 不過順利的在側邊開出了PC隆 然後還抓到了對方葡萄牙的大千席村民 都說他的村民大先騎啊 直接被抓到 這波小貓非常危險喔 這波小貓很危險喔 標槍馬控的位置其實很不錯喔 一直都站在那個長槍射不太到的地方 好這邊又是管炮 繼續加吧 好標槍馬數量再度起來 這邊這個時候葡萄牙場上兵變少了 好這邊直接用標槍馬怒點 把管炮點掉 這樣其實非常划算喔 這管炮一隻要將近400資源 好這邊選擇把伊亞蘇的效率給他打下去 這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葡萄牙只有一個 經濟理論加上 冷藏技術 呃還有這個香料貿易喔 其實基本上 經濟卡老實說 並不多 並不多 反而是伊索比亞這邊的經濟卡還蠻多的 剛剛也介紹過 現在有點缺黃金喔 側邊這邊目前暫時是有金的 可是下面這邊還有中間這邊 沒有能夠繼續吃 其實還蠻可惜的 好伊亞蘇的改革準備打下去了喔 這邊村民採集現在是0.97 變1.09 1.09 因為看起來這個小貓沒有點什麼市場科技阿 應該說糧倉的採集科技 不然其實應該不會只有1.09 那葡萄牙這邊採集是1.26 兩個市場科技加上這個 冷藏技術 啊不對香料貿易啦 這邊還沒打冷藏技術 那個尷尬的問題是補兵好像補的不是很順 搭槍兵跟近戰馬沒有很快的都補上來 這邊村民直接被抓到 這邊14樓 數量非常多 所以算是用村民在吸火力了 看能不能一波把這邊的弩兵先清完 直接把村民拉上來擋槍 連這一波交換葡萄牙 稍微占到一些優勢 但是也死了不少村民 那邊村民抖動了一下喔選擇回家 那這邊我就不太懂了 這個是在嘲諷嗎 你這邊的村民都要走了 啊你這個時候拉這麼多村民是要去哪 我就這邊我就看不太懂了 這個操作有點 有點太太牛了 25村在這邊慢慢的遷徙遷移 還走一走還射人啊 這個操作是有點沒看明白 不知道是不是快捷劍點錯了 造成這個村民大遷徙 造成這個村民大遷徙 好這邊把塔伯特送到了 他可以增加這個3D寺院底下的這個 金幣的庫存 好這邊抓到外面開出來TC 普努再次聚集起來 來推進葡萄牙人 用普努打葡萄牙人非常剛好 中間也是很忙喔 中間這邊 踩金的村直接被葡萄牙人抓到 小貓也沒在怕的 反正你打我 我就繼續踩 平時都要把這個金給踩掉 開始點種田科技喔 也是伊索比亞讓人比較煩躁的地方 要說非洲國讓人比較煩躁的地方 就是後面要轉種田這件事情 其實非常消耗操作 好這邊繼續點 科技 把科技都點一點 特別這邊又被跑村 47農對上63農喔 而且Supernova開始轉送田了 他田的採集有1.11 這個時候伊索比亞還沒有1.11 很慘 非常慘 敵人繼續的轉出標槍馬 打到這邊其實我是想說 哇 那這樣其實小貓咪在冰種上 並沒有太多的優勢 他只有葡努比較便宜之外 當對手把冰工廠阿 或是把自己的經濟搞好之後 他穩定刷 長槍兵 其實不會輸你 他穩定的去刷 葡萄牙長槍兵 他慢慢交換下來 也不一定會輸你的撲 把這邊持續的用馬去做干擾 小貓這邊側邊TC看起來是不薄 好選擇拉兵過去救 好選擇拉兵過去救 選擇拉兵過去救 好這個時候可以準備囤一下資源 直接點上了10代4 他被殺人 他等一下上完10代4 普努又會自動升級上去 可以說是非常的優秀 省去了再去幫他升級的 額外成本 我們可以看一下數值的變化 有看到嗎 肚子變了 領事館單位這種自動升級的優勢 真的是很可怕 因為葡萄牙比較有趣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起心轉念想轉疾兵 還錯 但是實際上效果並沒有很好 好這邊上4了 其實小貓實在4的冰卡並不多 選擇先打了 非洲烏吉 來提升一下自己的採集資源 採集資源的輸 看這邊 葡萄牙已經滿農了 你敢信 滿農對上這個 78農 誰輸誰贏還不好說 他這邊小貓也是慢慢的去摸 對方到底 多少 閃 多少 反馬單 好這邊側邊打上面在農莊工作的拓荒者 好這邊側邊打上面在農莊工作的拓荒者 對方的拓荒者 那其實就看誰補農的速度快了 兩邊都受到一些損傷 雖然這邊還沒有進到賽末點 沒有任何一邊的經濟是完全崩掉的 這邊葡萄牙終於也跟得上了時代4 喔小貓把牆拉起來了 雖然拉的還是有縫 但至少是有拉的 好這邊發波波砲 兩台的波波砲 好這個時候村民術就反超了 不要回大 柴天 這邊出了一個神父 幫忙拿一下威脅 非常快的又再次的把普努的數量蓄起來 直接來拆這個TC 再打一張經濟卡 法座格力黃金 我們來看一下資源採集速率 採肉這邊 變成1.05然後採金這邊0.66有夠敵 採金真的超爛的 看一下打這個法座格力可不可以加一下 好變0.74 再次 工廠砲一下去普努再次的飛起來了 好這邊把風雲騎兵給點了 等一下要幹嘛 直接鬼轉奧羅莫 你可以看到其實肉的數量很多 賣掉一點等一下轉金 把肉賣掉一點換金就可以爆出一大波的奧羅莫 快速的做牽壓 3個長重打一下還打不死一台破破砲 你會發現對手的閃真的是有點多喔 想說彎刀 不不不不不 直接奧羅莫給他刷起來 好風雲奧羅莫 好風雲奧羅莫 這邊有那個塔伯特 塔伯特的好處就是呢 你把這個3D寺院滴掉再重蓋 他底下會直接多那個黃金出來 雖然只有只有900斤啦 也不如小補 好大批的奧羅莫來了這邊趁 葡萄牙人還沒回到基地是有機會大殺一波的 好這邊把騎兵胸甲也點了 奧羅莫的血量可以再往上攀 這邊來到了560 來口氣直接砍爆砍進去 98農的伊索比亞 對上57農的葡萄牙 來這邊我也正式宣布喔 伊索比亞才是正版的葡萄牙溫 努兵單標強加起來竟然可以打贏這種槍馬配長槍的熱兵器組合 冷兵器 強壓熱兵器 隊員經濟被打瘋了 正面八方都是奧羅莫戰士 這次 自己已經落後一大截了 對連小型貓咪連10代5都給他點下去了 印度人都要爆發了 好10代5準備升上去 再看一下喔 注意弩兵的數值喔 有沒有 又往上攀上一階了 你說扯不扯 找個 這種自動升級的冰真的是相當的好用 看過 emente 操作 你看 好 那紀錄長就到這邊 這一場來自阿拉伯半島的葡萄牙對戰伊索比亞 兩邊的戰鬥力很接近 我覺得小貓真的是死傷慘重 堆施戰術 反正葡萄牙的人命不值錢 正版葡萄牙人的做法 是這樣子嗎 好 看一下總共出了717隻的葡努 這個數量 可以真的是用說堆施在形容 好 看經濟 經濟的話其實前面 中期葡萄牙是有一點點反超的 因為村民數實在是有點差距 但是你可以看到始終沒有被拉開 前面這邊領先跟後面這邊領先 小貓的經濟始終沒有被拉開來 阿布恩跟3D寺院本身的 額外資源 這些額外的從非村民來的資源 然後牛產生的這些影響力 賣牛產生的這些額外資源 其實零零種種加起來 小貓的經濟一直都跟葡萄牙是不相上下 甚至是有小贏對方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他這麼便宜的弩兵 可以要爆出這麼多隻 非常可怕 而且他還有多的資源可以上 地網 這一次的記錄檔就分享到這邊 這邊再給大家看一下小貓的卡片 給大家做個參考 這之後我覺得可能也會再改啦 這套牌可能有機會 之後會再做修改 大致上其實 就差不多 反正重點就是在於葡萄牙 要盡可能的用 趕快用影響力把它研發出來 趕快開始出葡萄 開始刷 開始lan 開始射 好 以上就是本次兩場記錄檔的分享 我是黑子 之後會繼續製作關於世界帝國相關的系列 不管是二三四啊 黑子都會嘗試的繼續製作 不管是遊戲資訊或者是記錄檔講解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